香港反中暴亂有個幕後老闆呼籲網開一面,回顧歷史。 香港經濟握在大老闆手裡,英國人之在乎抽油水, 不會從英國拔一斤毫無投資香港基礎建設社會福利。 英國人以華製華,靠大老闆管治香港底層,老闆們當然會施捨金錢擾持善福利。 卻不妨愛老闆們對勞工基層市民的吸血和考取豪奪。 九六七年四月,李達元霸的一部掃料花廠發生的勞之糾紛。 根據香港的分水嶺六十七年的暴亂一書記載, 工人對膽身和禁止憂打的規定感到不滿, 而大規模的財人更是將他們進一步激怒。 報料五月,九分演變為暴力衝突, 引發了全此持續掃益的大規模騷亂, 包括不覺的致命騷亂。 九六七年四月,位於新蒲江大有帶的香港人造花廠分廠發生勞之糾紛。 當時工廠單報極為嚴破的規定, 包括損壞生產機器的工人不會發放工資, 方不允許工人請假等。 勞之商方談判不果, 廠方更在四月二十八日以生意收縮, 由解僱九十二名包括勞方代表的工人, 並關閉分廠的註所機部, 潮在五月四日開始升級, 部分工人強行入廠要求之方談判, 工會介入。 工人在廠外張貼大致報。 廠方報警, 警察到長峰所附近道路。 五月六日, 約一百五十名工人在廠外集會, 抗議之方解僱, 並要求與之方談判。 下五四時許廠方再度被在場工人阻止出貨, 本工與示威工人發生肢體衝突。 警方調防部隊採取行動, 逮捕十七名工人, 獲程中亦造成多名示威工人受傷。 事後, 左派港九樹交素交總工會主席馮甘水與兩名代表 梁乃發龜庸到黃大仙頂主交師被捕。 事年中共有二十一名工人及工會人員被捕。 警方以非法集會發狗打及恐怕恐標罪名起訴。 十一日, 香港工聯會和各行二工會派員前往李嘉元八的新蒲江人造訴交表 小花廠歸文化工的工人, 工人群住在新蒲江街道與警員發生流血衝突。 警方派出由六百二十多人組成的防部隊以木製子彈開槍鎮壓。 警方於十二日到黃大仙璽自驅守暴暴動者, 在警方與群眾衝突其間, 一名在第二十六座二樓的十三歲少年陳永祥遭硬密擊中死亡。 香港政府宣告當晚九時喚起在東九龍實施消暗, 所有警員取消休假並隨時後命。 同日事連持續,警方在中午在東頭村施放催淚彈驅散群中。 當局出動大批英軍和原警訓練分遣對鎮壓。 由張宵禁時間提前至傍晚十八時開始, 局勢至五月十四日才稍為平息。 如十六日,南九龍裁判處開審五點六 新浦江人造花廠工潮發集會案。 部分被捕於六點二三數交通會暴動日被捕。 如八日,防部隊進入公務局屬下的電器機械廠鎮壓示威的工人。 百二十四個工人被捕,工人徐田哥被捕後在警署驅留期間被死亡。 十二條勒骨斷裂。 當日下午,防部隊右到中華梅氣場,驅山士威工人。 逮捕六十名工人。工人黎重禍曾鳴如雁。 如二十三日晚,軍警到港九樹交掃燒業總工會驅捕七十餘人。 工人鄭志強被探員開槍自衛射殺。 工人鄒重聖和羅進九在被捕後送院治理其間死亡。 徹日的六月二十四日,約六十、零零零名工人響應。 政府及公共交通工具公司以強硬手團對付牙工, 將抗工僱員即時解僱。 而不參與牙工的工友,往往會遭到左派機構恐嚇。 如二十六日,恩威的工人參與牙工而被逮捕的少士工人 李安及黃玉心被提上法庭時,以炎炎一息,無法暫立。 李安在宋縣逃中死亡,黃玉心將重留意。 如初後,衝突不斷升級,香港警察開槍還擊, 蛇殺任職官雲東人的鄭志波列瑜、麥志華、何峰、余秀文等多人。 如十六日,港九由七總工會會員蔡南,朱日基被港英警察槍殺。 港府開始出動英軍搜查工會,之後使用隱急法例權力, 拘捕及關押部分工人運動領袖,將它們拘押在摩星領下屋的政治報酬室, 部分人之後被抵戒出境。 如十二日,香港政府同時於港九兩力同時實施消毒, 時暴聯爆發兩個多餘來的第一次。 如四日,政府出動訪港英軍航空母艦上的直升機從天台降落, 上帕甲公示威者在北角的據點,於英皇道與唐水道交界, 仍國貨公司華峰國貨所在的橋棺大塔。 仁記神號航空母艦派出軍用直升機降落至橋棺大塔天台, 軍警進入大塔逐家逐護手部。 當日英軍派出之直升機翼曾試圖降落至新都城大塔和名原大塔天台。 如九日,根據緊急法令,警隊封閉多家報社, 包括香港野報、五報和田楓日報。 如十五日,警察逮捕五名記者, 其中二人為新華社記者, 另外三人是文匯報與大公報記者。 最統計,六七暴動造成最少五十二人死亡, 當中包括十一名警務人員, 一名駐港英軍車彈專家及一名消防員, 包括二百名警務人員在內的802人受傷, 一九三六人被檢控。 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後,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宣布班發大寺經分章與當時公聯會前會場陽光, 被認為是對當年事變的一種肯定。 除陽光外,於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間獲分的莊世平, 康民及李澤謙, 亦為六七暴動期間的鬥委會委員。 對吳康民透露, 在一九九八年的入選名單中, 時任政務司司長陳芳安生有意打吾是從名單中的出, 後被董建華保護。 事者國女癮。